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志伟 我是一个典型的狮子座 喜欢刺激有挑战的东西 然后我在刺客列传中饰演的是公孙前 是一个正直善良 然后有理想报复的谋士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 也多多关注刺客列传 谢谢 我们这个戏是一个很正的剧吧 大家都在讲国家大事 也没有儿女私情了 日出�� 利不 Officer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郑渥 Evan 我是一个外表斯文 但私底下对熟人是很爱搞笑 很爱当小丑 那我在刺客列传里演的是检兵 是一个高冷附黑心机重 然后脾气不好的一个王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定要看刺客列转 嗨大家好 我是熊子齐 我是一个非常欢乐活泼的双子座 在剧中饰演的是钟坤怡 然后呢 她是一个非常有深谋忍虑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走向巅峰的角色 Hello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丞翔 那其实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其实我是蛮闷骚的 那我在剧中是饰演求证这个角色 她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因为她其实内心充满了恨 那但是她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因为在当时她也要效忠她的皇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扎杰 我在刺客列转里面 饰演的是慕容黎 慕容黎这个角色是一个就是典型的天蝎座 但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生活里面我是白羊座 就是和天蝎座反差其实挺大的 而且头脑也没有就是慕容黎这么好 就是没有她这么有头脑 就是有报复心 就是还好 Hello大家好 我叫吕云峰 然后我在刺客列转中饰演的是灵光 灵光它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一个王 我觉得灵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双鱼座 在剧中基本上你看到她就基本上都是在都在哭 然后相比较灵光来说 我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愁善感 我是比较坚强的 然后可能灵光更像是内心的我 也像是晚上比较敏感时候的我吧 大家好我叫朱简 今年25周岁 然后性别难 这个看也知道了 身高181体重122 然后性别耗是打球 然后画画写字 在戏中的角色是饰演天拳的殖民王 然后这个王呢 是一个非常爱玩的王 跟我现实中的 就是状态很相似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也非常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角色 我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 十分外向的人 所以话很多 所以还比较容易交朋友这样子 然后 大家好我是凤田 我戏里面的角色是奇坤 那我的生活上的兴趣是看动漫看电影看书等等就比较宅男 然后我的戏里面的角色是奇坤是怎么讲很有霸气的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环地 所以我跟我本人的个性跟角色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感觉 哈喽你们好 我是special一恩 那我私底下的我是比较有时候比较宅 然后有时候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一个男生 那看心情 如果今天很懒的话呢 我就待在家 那我在饰演 你戏里面饰演的是奇奇坎 他是个其实跟我个性反差蛮大的角色 他是一个忠心然后很潇洒 然后我觉得他是个很帅气的人 对然后他在戏里面 为了他的君王付出一切 我觉得很很伟大 然后在戏里面 难忘的经验就是 骑马吧 因为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就是 真的自己骑过马 在演戏的时候第一次你就是要 没有试过 你要直接上去 然后要直接好像你很厉害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最难忘的经验是骑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